早晨,这几天开始有些住在加拿大的华人 观众跟我说,加拿大的华人,无论他大陆人也好 或者香港早期移民过去的 我开始有些联署希望加拿大政府不要批准那些18至35 或者是现在他们想拯救那帮香港黄尸过去 联署就希望法案不会通过 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他说了几样东西 就是说其实加拿大大部分都是蓝丝 其实海尔环大部分都是蓝丝 无论是英国那些都是 而且有你们最不喜欢的大陆人在你旁边 你们遇到大陆人的比例 只要你看到是唐人、华人、黄皮肤 大陆人的比例就很高 所以其实去到你们都不会很开心 如果他们打算走难那种心态 其次就是他们会觉得 这帮真的用正常投资移民的方法 或者是早年技术移民的过去 他们会觉得自己用了那么多 就是付出了那么多才可以移民到过去 现在你们砰一声 那些狗不答包像昨天提到的那些 一家五口 有路有乱 接着两夫妻做散工 接着只有一个有不知道什么 就是B&O的那些 户口只有几万元 那我打算过去申请福利 那些小孩让他们去正科校读书 拿津贴、拿公屋 那他们是很不想发生的 都正常的 譬如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你才可以考入到一间学校或者公司 现在你发觉坐在你旁边的同学或者同事 那原来是用一些旁门做得到的方法 或者公司突然间那个条款放宽了 那就给了他进来 那自己都不会很平衡 那我觉得 那些人常问我 加拿大或者英国现在这些措施 是不是真的会实行呢 我觉得会的 但是不是我们商用的量那么大 就是不会在三五十万 给你香港人过去 那种正式的可能都会收一点点 那你见到现在的鸡杰都过得去 那因为它是阳光了 还有有肯做很多的市场的东西 你看到BBC的那些访问 所以我想会有些例外的 但是不要想着很多 就是我经常都说 如果有三十万不用多 香港有三十万的勇武 或者那些极王的人 可以去到英国或者加拿大 或者其他的地方 其实已经很好的 香港已经会很太平 反正现在最狠的那些 其实都没有这个数字 那你变成可能 能够清理到香港的一些 这些比较不平衡 没什么贡献的人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别人的国家不是傻的 他不会开到口那么阔 就是他说完这件事情出来 最后可能都会收一些人的 但是都会有很多限制 数目那方面不会是我们想的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人想着可能 七百万人 可能有成一百万两百万 会过去 没什么可能 但是当然他们是不会听的 你说这些他们只会说 就是你是男啊 五毛啊 想阻止他们发达啊 读义此类啊 那这里有一班 就是前一段才说完红十字会 又来过 那想我就不post出来 因为都挺不见到 就是挺不可以post在YouTube的 那话说红十字会 就是前一段时间 你都知道在附近那里 总博九龙湾 搞到一些警察要拉大队走 就是挂那些饰物 那最近就有个女孩子 就捐血那时候 就戴那个童心口罩 就是政府不是派了一个口罩 就是可以再用的 那带着那个口罩去捐血 那因为里面陷入了黄 那些黄丝的抽血员 就认定了它是蓝丝 就整股它 那这个女孩就说 他去旺角站那里捐血 红十字会 当时他血压不稳定 抽血员要去静坐15至10分钟 接着再凉的时候 血压就正常了 接着那个女孩就说 我很害怕打针 所以另一面和眼睛 就等那个姑娘抽血了 突然他听到 那个姑娘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接着他抹大眼的时候 原来那些血已经浅到在一件衣服 和一条颈 就是这样一片 你可以再看一张照片 这里真是 post不到出来 那另一名抽血员 立即上前安慰他 表达歉意 那他在我身边 那个女孩说 在我身边坐了一阵 没什么表情 接着他就穿白色衣服 继续做事 就是那个抽血员 那同事呢 都很惊讶 问我们究竟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同事呢 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血会向上噴 那 整件事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就觉得 是不是他戴了政府的同心口罩 那因为黄丝都杯葛的嘛 就是不会戴这一款口罩的嘛 那而这个女孩真的戴了 那可能被人仇视 各样东西 那只是想 提醒那些捐血的人 不要表明身份 免得有些不必要的麻烦 都不奇怪 是不是 一点都不奇怪 真的 还有在捐血员 或者抽血员眼中 他们根本是不会想做事的 做36不做36 他们都是出这么多钱 又不会抽到几包血 自己会多些佣金 或者提成的 是不是 他们根本不想人捐 这件事我在我以前 捐血那条片都说过 几年前 他们早就不用做 最好你来少一点 最好他们坐在那里 看电视在那里吹水 吃东西 是的 你们去过捐血站 捐血都知道 十次有九次半 基本上都一整班 一路坐在你旁边 不过他跟对面 几尺远的人在吹水 态度不好 当然 香港也没什么态度好 即使你给他血 他都不会觉得 一定不会感谢你 因为在他们眼中 现在红十字会多一包血 你在增加他的努力 他没有什么必要感谢你 但是他不知道原来 如果这间捐血站没有血 收不到血的话 那些捐血站会越来越少 但是他们根本都不怕 坐在那里 就觉得你阻止他 还有你说这些戴童心口罩 是否因为 觉得他是男呢 都可能是 但我觉得一个普通人 都害怕到这样 如果被人 可能出过客声 那些人 都没说我了 我想出过客声 那些人被人认得 或者是警察 各样东西 部队那些 总之他们敌视的那些对象 走到政府医院 或者是去一些 捐血 总之对着医护 根本上都没有我正常 我跟大家说过 有个医生的朋友 他都告诉我 他的医院是政府医院 九成都是黄的 是吧 你怎会没有 你怎会没有 就是你要知道 男呢 是不会 很难的 是不会见到 黄丝会想弄死他 或者怎样 急到他流血 就是浅开 或者特意 可能连针 做手术 当时弄得很肉酸 就是正常人 是做不出的 我想我对着自己的仇家 如果我要下刀 我也做不出 特意弄死他 但是黄的那些 心排人士 很偏激那些 就是医护那些 他什么都做得出 这就是健康 都是本当欺小的心态 你可以很简单地说,偏激,个人痴线,但其实都是我们的眼光很狹窄 常常说一句话,你虽然意见和我不同,但要试死肯护着你发言的权利,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觉得黄那帮人一直在说中央政府那边开始限制着书,书要落架,或者是不让你们叫那些口号,某些字眼,其实是港独,各样东西 其实也很正常,你们怎么对人呢?人家戴个口罩,如果你觉得人家极权的,强硬的,其实你也是差不多 你首先批斗别人,你才会被人批斗,我不觉得大家相距很远,如果你觉得人家极端的话 最后跟大家分享这几个我很想讲的话题,中共外优来患,其实黄丝弄出了一个表,就是说中国里面有多灾多难,外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问题 我真的没见过国家,一个地方的人,会这么想自己的地方死 我跟大家讲过的无数次,一千次,中国想香港一定没有好日子走,但偏偏这些是最多香港人的心愿 大陆人太低估,一般民众,因为国内不会太过将这件事直接在国内媒体讲出来 但是太过低估,香港人一般的心态,即将那些极端的事情,其实是大多数人的想法来的 例如说黄丝就说,上回跟大家讲到偉俊仔不熟悉历史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历史最喜欢讲的内忧外患 我不贪心的,加一个火山爆发和地震就算了,希望中国会发生 你知道,四一二地震这么多豆腐渣工程 不知道自认强国这些国家,你改善了没有呢? 那么,有这个图,其实你会看到整件事都是很疯 真是没见过,闻所未闻一个国家的人,这么想自己的国家死 这些当然跟教会有关,但是更多的是,我们那种崇洋味爱都很厉害 好像见到警察和那些贵佬,那些贵佬的警察不回答 警察不懂英文,或者说中文,然后我们会疯狂地笑 说别人羞恥,策出国际,我们这种崇洋味,我见到贵佬的头 就算贵佬,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发布了一条片 一个鬼妹在那里撕那些流浓墙,然后那些黄丝都不敢动她一条毛 額头額头額头,你都可以看回那条片 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说香港有没有得救 现阶段这些人一定没有得救,我也很想可以 过到三五十万人去其他地方,不过没什么可能 洗手中的那些人要时间,要强硬,然后那些极端的人 抽出来,要是抓去坐,要是被他们流亡在外面 或者移民去其他地方,否则香港这十年八年都很难 会有什么起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